本集台灣這部紀錄片補三天後 他們去大家在國土保有的東西 平出這兩天 管政府也要請管副警員 小區幹部以及社會團體營單位 跟南島映義觀看 希望團體環境保護重要 我們把這個理念傳達給我們每一個學校 希望社區在推動社區建設的時候 能夠注重能夠多關懷這個大地 台灣本來很漂亮 所以我們一直在破壞台灣 就為我們自己的利益 所以我們現在好好珍惜 接下來剩下來的美景 才不會台灣越來越亂 越來越差 這個由齊博林檔案用了三年的時間 在空中裡面紀錄片 說到台灣美麗的經驗和各項公司 有生活努力來打招 也看到大家在地球更好的生活時 對環境開發造成的迫害到危險 你說到原來趁近地区開發的問題 台地管長當志祺也表示 是這上過期的開發並沒有發言意義 現在有第七環 也有第七敏感區 也未定尊重 他們跟中央做回來努力 其實台灣整個島嶼 都應該去把地質敏感區畫出來 那畫出來以後 針對地質敏感區的合法的住戶 跟非法的住戶 應該怎麼處理 這應該是全國有一套配套的措施 因為我們早期沒有畫地質敏感區 那你對那些區塊內的合法住戶 當然一定要保障他的潛力 那非法的我覺得 應該也是給他一些救濟金 因為生存還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本人錢 不過台地管長當志祺也強調 目前不是風太的規則 到上前景看年的暗會 基本的地點 也不是第七敏感的區域 所以今年的結束基班 歡迎大家做回來參加 記者 您明信 蔡宏波羅